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复盘一些热门的标的,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好,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哈,那对于近期的腰股GME,我们是什么感受?那么上周我们对它复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再次猛烈的回落,我们加了这样三条横线哈,作为支撑阻力区 那么在本周呢,它再次运动到了下方的支撑区附近,我们看到本周形成一根非常强势的反弹的阳线 但是在周线级别,MCD还是有点死差,但这并不是很重要哈,因为之前给出一些死差,那么再接下来一两周,迅速就反转了哈 所以啊,对这种腰股呢,技术指标的有效性会更差一些 那么GME目前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在这个下接趋势线下方,对吧,K线,然后呢 在下边这两个横线之间啊,进行了一个震荡,那实际上呢 我们上次的一个波段化处理,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多头的波段 那现在呢,空头再次回落下来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上次的波段化处理,这样,然后再次猛烈的回落 那么在本周五呢,包括周四哈,都给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你看周三的时候还是一个阴线啊,那周四周五就给出了一个非常 啊,比较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啊,一个一个啊,反弹吧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线稍微调一下啊 好,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在周五这天是吧 呃,那么下周呢,我是觉得,呃,也应该等待一个回落啊 再止跌会更好一些哈 啊,我们啊,在昨天复盘的节目中,也都发现很多股票都是对近期下跌波段刚刚给出了一些突破哈 那么个别领涨的股票呢,可能已经拉升到两个两到三个交易日了哈 那对这个图来说,我是觉得下周应该找机会去看看能否做多 当然还是总体原则 我们一呢,要假设它继续维持这样的震荡的运动状态 可以去看一个可能的多头 啊,第二呢,就是,呃,我们尽量等待一些可能的回踩测试的一些信号 当然对于腰股来说,有可能回踩测试可能在单个,也就是一个交易日内完成哈 所以啊,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大部分人尽量少碰腰股啊 但是,因为它比较热啊,有一部分人在交易 所以,我们要跟进一下 好,我们再看一下区块链行业 那么在本周,我们啊,实际上,呃,对,呃,比如说IoT啊 呃,比如说Hive啊,等等啊 也许,呃,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块链相关领域的标的吧 Coin也算是其中之一哈 做了一些分析,做了一些分析 好吧 那么本周是给出一根强势的阳线 去逆转了,呃,连续四周的一个阴线哈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头呢 首先,我感受到的是周线组非常的模糊 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晰 在近几周的一个运动过程中呢 实际上它走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低点的一个感觉 跌到这儿,摩托姐抄底,反弹 再跌回来 呃,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我们说啊,要慢一点去做,是吧 不要急 接下来又经过了一个半月啊 反反复震荡,才走出了这么一周的行情 随后跌了四周哈 好,那么本周再次反弹 实际上呢,这还是,呃,呃 市场的,呃,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个表现啊 但整体这个低点呢,确实是在抬高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嗯 好,我们加了这样的一个斜坡70线啊 发现,拉升,回落,突破 那接下来我是觉得有可能继续往上再 呃,就稍微停顿一下 再往上测一下啊,测一下这个下接缺线 好吧,这就是coin接下来的走势 那有一部分交易他的人呢,已经被折磨的 不,这个很不舒服了啊 所以你就不要去做了 但是我们要分析啊 要分析这个图啊 这个图有人在看啊 他也可以用于辅助判断区块链领域的一些情况 嗯 好 好,我们看一下一个老老图啊 老朋友Fastly Fastly这个图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他其实近期的一个走法呢 是创了一个新低 而且此轮的这个空头波段呢 有明显的三根周线的阴线 砸下来啊 在本周呢 是形成一根反弹的阳线 那有一部分交易者呢 觉得啊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绝对的底 其实这一部分交易者呢 他在历史上也猜过无数次啊 那不管这一根 K线是不是代表一个真正绝对的底啊 我们能不去猜了吗 比如说不能猜一猜是可以的 但不要太当回事啊 那这样也行啊 那么在下跌过程中的反弹 或者说 这个所谓的直接的这种感觉 你都认为是绝对底的话 那你最后一次肯定是猜对了 只不过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是值得商榷的啊 好吧 他是不断在创新低啊 所以原则上呢 我们不要去猜绝对的底在哪里 但是你可以想象啊 这是不是啊 是还不是的 不确定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日线给人的感受是什么 经过了一个平台区的整理 也就是下跌中继之后 再次走出了一波 那多头最理想的点位应该是在哪里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呢 是应该在下跌区线的右侧 那如果下周他猛类向上突破 突破这根大型的下跌区线 那我们应该有理由去等待一个回撤啊 或者是弱势的回踩吧 就是回踩的波段呢 要比这个 这根多头的波段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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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也就是说要浅一些 我们才可以去做 去做多 对吧 去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反弹多啊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观察 这个图下周的一个表现 说什么时候是个底啊 他迟到有一天会是底的啊 也许就是这一次啊 虽然说我们不想不愿意去猜这次是不是哈 但是确实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啊 因为很多个国好像在领长了 对吧 但并不意味着他绝对就是真正的底啊 你都得通过事后的右侧点位来验证啊 好 这是一个 可以想象 但是只不能把它绝对化的一个想象 然后呢 尽量等待右侧的一个点位还好一点 那有些股市横盘之后是吧 没有怎么创新低 可以去继续看震荡啊 偏上 往上走的一个概率啊 那有些他他创了新低了你 你去猜是怎么说呢 大家明白这意思啊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 我们看一下open的周线图啊 open这个图啊 这个震荡下行的态势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那由于他在这里创了一个新低 我们应该怎么办来着 我们应该用不知道啊 这个理论啊 把这个波峰连到这啊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趋势 是吧 因为他也创新低啊 那这有没有可能是 呃 绝对的底呢 刚才我们有说过哈 有可能啊 但 谨慎的交易者呢 先看对下跌趋势上的一个测试 是吧 反弹测试 随后突破之后呢 再看回落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到中间这个阻力区的时候啊 突破之后呢 一部分 多头肯定会开始提高警惕 特别是右侧交易者的多头 同时呢 空头也要看一看 自己愿不愿意再往下砸 是吧 或者是砸很砸多深啊 所以那个时候在右侧的会有猛烈的博弈 但由于可以现在进入到了下跌趋势上右侧 多头呢 会略微的更有信心啊 所以他会更为的比空头更乐观一些 对吧 但在左侧呢 就像我所说的 多头还只只仅仅把当前这个多头波段啊 当做下跌趋势上的反弹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我们应该同时同步把这个日线的趋势线调到这儿 是吧 那么上次我们只达成了12%这个第一指引位啊 我们都可以删掉了 随后呢 他和随着大盘下落了哈 那么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再设定目标指引位的时候 要重新开始计数了 那这一波的反弹呢 我是觉得有一些强度啊 但是啊 中性的一个判断的是先测试这根下跌趋势线是吧 那如果下周大盘再次走空的话 那个股我是觉得也要开始低方了 对吗 啊 所以啊 下周早些时候可能会比较关键啊 那大盘究竟会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啊 但我在技术位上看到的是比如说标普白指数 它是一个上有阻力下有支撑的一个运动 运动点位哈 那即便是呃 比如说标普白指数 呃 他持续方向反弹 我是觉得也会给出一些 呃 避浪啊 也就是第二浪 现在是第一浪吧 反弹 往上走 第二浪也要给出的哈 对吧 嗯 好 所以open来说也估计会在下周早些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动向啊 面临下跌趋势线的一个阻碍 好吧 嗯 右侧驾驭者还是不用着急的 嗯 你看多次都有这种要上的感觉啊 但是多次都失败了啊 那这次有没有可能说了 有啊 但是不是还不清楚 有人说他已经清楚了啊 那你就 那你就做呗 好 我们看一下se se的周线图 我们做我们周五的还是昨天提了一下啊 这一点重复啊 但再说一遍 他没有创一个新的地点在本周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维持原有的下跌趋势线的画法 那多头应该继续尝试做多 止损呢 极限止损肯定是放在啊 近期地点附近啊 就是本周的地点附近 或者是左侧的地点这个地附近 作为止损点啊 但由于太远了 你可以适当提高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日线啊 确实有线上反弹的一个意味 他也是在周五这天 首次突破近期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所以下周如果在这里稍视停顿呢 可以在停顿点的高点附近啊 挂突破弹进场 做做一个反弹都 你可以看啊 多头和空头差不多的力度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看看 我觉得啊 多头 包括空头 看到这样的一个横盘的时候 他最中性的的预期呢 就是先看一些震荡行情 是吧 这也就是所谓的 没有进入到绝对的大牛市呢 我们昨天第二期节目 反反复强调这一点 很多图给人的感受 并不是强牛市 顶多是一些 偏弱势牛市的一些大型的震荡行情 是吧 那这个也是 类似吧 这个能不能上去呢 这就是做震荡行情的一个思路了 震荡行情当然是在典型的支撑区 去做多 阻力区去适当的减仓 或者是离场 那承担的 呃 支撑点呢 就是支撑区的下边沿 指引点呢 就支撑区内侧就卖 是吧 这就是震荡的做法 一般震荡行情 大型震荡行情 它的盈亏比是比较明显的啊 比较好 那趋势行情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趋势的方向 你波段话也好 或者是在回撤的点位加仓也好 这两种做法都是比较可行的啊 那震荡行情 如果你在高位老师加仓它又落回来 你就变成浮亏了哈 啊 所以啊 对于震荡行情的做法呢 是比较适合做波段话处理的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U U的周线图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那么上次我们的第一指引环是在测试这个下接趋势线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删一下啊 看测试到之后 它就随大盘 或者是 差不多啊 跟大盘的节奏差不多 也是回落了这么几周是吧 然后在本周呢 稍稍回落 大家看到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看到啊 他看到的 不像我看到的多哈 我我看到的是这 那 因为本周是一个反弹哈 周线是一个拼板 那这样呢 可以画一个斜坡 那这个图跟其他很多股票都类似哈 包括coin 刚才看过的coin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去预期再次测试一下这根 下跌大趋势线啊 大的下跌趋势线 这是周线图给人感受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我们看啊 在 呃 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呢 多头仅仅运到这还没有突破呢 是吧 但你看周线会会有刚才那种感受啊 在日线呢 会觉得还不应该进场的啊 嗯 现在进场呢 其实他也是假设一个什么呢 他假设的是在这里的一个 呃 稍微扩散的一个震荡 运动 对吧 他在这里做多呢 他的理论一计就是往上看反弹 去测试这个下跌趋势线 是吧 或者是这个中间这个横向阻力区 所以现在周多的理由是按照震荡的次数去看的 对吧 嗯 你看 他是偏震荡吧 虽然有点弱势牛的感觉 但整体的一个运动状态还在典型的下跌趋势线之下啊 所以啊 他的一个空间呢 也是有限的 好 这个图 这是优 应该去尝试做多 那有 有些啊 即便是做震荡的交易者呢 他不愿意在支撑区 点心的这个斜坡支撑区去直接进场 他也愿意等的一个二次点位啊 但实际上啊 所谓二次点位就是个双冲底 那双冲底在日线级别呢 这个地方貌似是一次底是吧 那么在突破之后再回落一个次底点 再进场 再刮突破单进场也是OK的哈 那其实更 更高阶的一个技术交易者呢 他其实他早就看到一个双冲底了 大家看这两根小石子星线 这两根小石子星线啊 他都带有下影线 那如果算成这根阴线的话 这里也带有下影线 但他整体是一个阴线的节奏 所以多头不会把它完全当回事啊 那理论上这三根下影线 就是一个三重小底哈 反而复测试跌不下去 就应该在上方挂突破单直接进 做多 好吧 至少做一个测试这个下跌 确认的一个超级短线啊 超短线交易 那么日线调语者呢 可能只看到了一个小 第一次的一个底哈 第二次底应该是突破之后的一个 弱势回落 再止跌就是二次底 往上看 好吗 但有时候微观呢 不像这个日线更清晰哈 微观就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呢 呃 不是很准确啊 日线图其实理论上来说 是更为准确的哈 周线图呢 就更粗糙了哈 所以日线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框架 四小时都是次值哈 四小时数也OK哈 也OK 但四小时数也有很多假象 只有日线的一个确认会更好一些 好 我们看一个社交媒体 Pins 啊 Pins这个周线图 先感受一下 Pins这个有点 次低点的感觉哈 所以多头 看到周线图是这样的 突破 回踩 再止跌 再突破哈 表明啊 当前就是一个想要上的一个意思哈 那么之前几周我们怎么看了呢 应该 现在这么看应该看多吧 但是呢 也不能盲目的看多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画一个典型的下跌 上涨趋势线啊 因为媒体跌的多呀 从八十多跌到十几块 是吧 我们看下日线的细节 嗯 果然哈 他经过了一个底部的横盘之后 我们的原来的技术原理是什么来着 突破底部的横盘区域 再回踩这个位置 再止跌 确认 可惜他又踩了一下 然后再确认 那这样的话就继续看多了哈 现在进 我是觉得也不是太晚啊 但是马上就要遇到这个位置哈 所以 呃 近期的行情呢 他这个牛市的这种感觉啊 不是特别强烈啊 他反反复复跌下来 再拉伸 再跌下来 再拉伸 再跌下来 说明牛市的感觉不强 包括这只哈 突破上去 跌下来 再拉伸 再洗 你看 他需要较长时间再洗完啊 所以 后续呢 如果能突破最上面这个横线 我是觉得会好一点啊 所以接下来也要看啊 但是整体的态势呢 是一个牛市哈 是一个多头 是不是牛市 我们要看这个趋势线的一个稳定度啊 能不能维持在这个多头趋势线上 好吧 应该看多 但是 但看他历史的这个特点来说 有点直上直下的感觉啊 这个图可以关注一下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的 ARKK ARKK 最近呢 我们在上周呢 是希望他能够止跌 对吧 你看 本周神圣根 阳线啊 那木头姐要翻身了呀 上周还是阴线呢 我们说下周最好给出阳线 这周就真的给出了一丢丢的阳线啊 那如果他能翻身的话 那我们的大盘会怎样呢 好 我们画一个趋势线 大家画好了吧 周前图 至少这种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跟刚才的pin子有点像 像吧 好 我们看下日线 嗯 上周的时候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下跌回撤这个趋势线之下啊 那么在本周四和周五有貌上的意思 我们是在周三这一天盘后啊 复盘了一下他 还是周四的盘前呢 说啊 这个这一天有突破啊 周三 我们要看周四确认的一个情况 哎 你看真就确认了 那周五直接天空高开 那么后续呢 应该啊 先去测试五十三五十四这一带的阻力区 也就是这个横线 好吧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强的牛市 我们之前 我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说啊 看牛市也不要看太强 行吗 画一个画一些这个 把这下边这个多头去线画一下啊 把上面画一下啊 去测试一下这个震荡区间 是OK的 对吧 但在上行的过程中呢 你看历史上 对吧 反反复复震荡啊 所以 也不要抱太多预期啊 但总归现在是一个好的信号啊 好的信号 有点小多的意思啊 弱市牛市的感觉 但是我们也要看大盘的脸子哈 他再次运动到中间这个 我们再画一个横线啊 这个位置啊 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博弈位啊 你看 他在历史上是吧 测一下 跌下来 测啊 反反复测中间 这个小横线 跌下来测 到这了哈 所以下周非常关键吧 我们的大盘也似乎面临这样一个上游阻力下游支撑的一种中间的位置啊 嗯 好 我们再看一看啊 也不要太过急于下决定性的决定性的结论啊 说牛市大牛市来了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有人啊 有我们的老粉丝说啊 可能和这个中期选举的节奏有关系哈 11月8号之前啊 很多市场的一些变化 但我是觉得这东西都是那么回事哈 哪有那么准的节奏啊 没有 那万一这中间又出现什么事呢 比如说两档之争哈 比如说这个这个那个的啊 我也猜不到啊 黑天鹤事件会有吗 也都会有哈 突突发的一些对我们的呃大租商品啊 对呃金融正货币政策呀 啊 还有个啊 本月还有个加薪的对吧 这些都可能会左右技术交易者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k线一旦转变方向 要么就暴涨 要么就暴跌 对吧 你看这个是一个密集的整理区间哈 它不是一个强牛市哈 先看一些 我们刚才看过很多图都是横盘之后 很久之后才往上拉上一滴溜 然后再回录哈 这不是很强的一个感觉哈 好 这就是ARK可以给人的感受啊 应该是在这里先不去震荡吧 有点偏小多的感觉 好 我们这期节目先这样啊 我们下期继续录